陰謀故事 去年底,美國聯邦調查局 確認了一個與特朗普有密切關係的 極有陰謀論團體做恐怖組織 揭起了無數的風波和不斷的漣漪 好友麥斯特最後一次來訪是2019年底 不其然話題也扯到這件事上 朋友又是白種人 來自美國南方 所以對這個白人至上的極端組織有一定的了解 他承認美國政治裡面 一直存在陰謀思想和編執狂的暗流 1833年有一個名為反共濟會的政黨 專門致力於揭發共濟會 控制世界的陰謀做政綱 而獲得了眾議院10%的議席 《匿名者Q》 起源於2016年總統大選Pizza門的陰謀論 聖稱民主黨候選人 希拉里克林頓 在華盛頓的薄餅店 經營亂同僅返賣兒童集團 匿名者Q是互聯網的產品 起源於2017年10月的4chan 應與筆記名的綜合型網上討論區 一個邊緣論壇 並且通過社交媒體傳播 這是一種右翼陰謀論 明稱與美國高級別的政府安全許可有關 而聲稱美國政府內部有一個陰謀集團 深層政府、幕後政府正在與特朗普秘密交手 而特朗普很快便會清除這些敵手 深層政府、幕後政府論 長期以來被陰謀論者引用 用來質疑一些國家在民選政權外 另有實際統治集團 特別是自特朗普上台以來 關於美國被幕後政府統治的傳聞 甚囂塵尚 讀信這個傳聞的群體匿名者Q 自稱對政府的機密有所了解 並宣稱全世界都有一群崇拜撒旦的戀童癖者 他們本質上統治著整個世界 控制著一切 他們控制著政客、控制著媒體 控制著荷里活和傳媒 這個龐大的高層秘密巨大網絡 正密謀各種針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邪惡計劃 現在特朗普知道了這個邪惡陰謀的不發行為 並會制止他們 說明了這個是一場偉大的善與惡之戰 特朗普及其所謂的Q小組 正在努力銷毀崇拜撒旦戀童癖者的全球陰謀 深層政府是一群政治、商業和荷里活精英大亨 因為他們崇拜撒旦、虐待和謀殺孩子 他們還堅信在特朗普之前 列根之後的歷任美國總統 都屬於這個和銀行家各國首腦有所勾結的高層次陰謀團火 邁斯特滔滔不絕地說 這個組織都捲入了現實世界的暴力事件 包括武裝對峙、未遂綁架、騷擾活動、槍擊事件 和至少兩宗謀殺事件 過多月前 聯邦調查局將匿名者Q指定為恐怖威脅和組織 幕後政府論的廣泛流傳 和特朗普本人的推波助瀾不無關係 他曾經多次明示暗示 幕後政府的存在及其對自己的威脅 並以此作為一種競選宣傳策略 匿名者Q的戒律和詞彙 和世界末日主義的新興極端宗教觀念密切相關 他的支持者亦都被稱為一個瘋狂的陰謀邪教 以及一些互聯網上最傑出的特朗普粉絲 他們還認為即將會發生名為風暴的事件 一千上萬的陰謀集團成員將會被逮捕 被送往監獄 而美軍將會無情地控制全國 風暴的結果將會是 美國的救贖和地球上的大覺醒 每個人都會意識到這個組織的信念 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 將會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偉大的全新烏托邦時代 邁斯特有感嘆 匿名者Q的論述現在已經趨向主流 他已經讓一大群特朗普支持者埋單 而根據有正當性 念書上找到千上萬群組和頁面 以及數百萬支持他們的關注者和成員 我最後對邁斯特說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 好像都有同樣的一個故事